今天给大家带来创2.5这个鞋子的上脚感受的一个分享啊 其实这一代的话跟上一代升级可以说是改动的不是很大 保留依然是保留了上一代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啊 大家可以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2到2.5做了一些细小的改动啊 它并没有改动很大 鞋面的话依旧是采用这种针织 然后加上这种网纱的一个拼接啊 做的就是会更透气一些啊 另外这个鞋舌和鞋身做成这种粘体 所以这个鞋舌的保管性也会更好 中底的话是采用flashform也就是冲动科技中底 感觉的话还是会比上一代会更软一下 另外它是取消了上一代这个碳管的这个结构 直接改成那种TPU的支撑板 而且做了这种侧向的一个延伸和支撑啊 进一步提高这些整体的一个性能 我觉得这种鞋整体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而且作为这种入门级通勤慢跑鞋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外地的防滑向脚的面积都是很大 后跟的话也有TPU的一个支撑 整体的上脚感受我觉得也是很舒服的 鞋面带来的脚的保管也是很舒服的 很透气的 另外这个中底的话 整个中底带来的感觉的话也还是挺足的 回弹也还是挺足的 目前的话 这个鞋子属于这种新品跑鞋 有的配色价格可能比较高一点 大家可以选择这种配色香味 对我来说会便宜一点的这种颜色 性价比这会更高一点 再给大家介绍暂时一下